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他说呢 红大哥他昨天骑脚踏车骑了18公里 花了36分钟 那么呢 今天他用相同的速率 骑了40公里 花了几分钟 我们都知道了 如果我们要求时间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什么样 就是把我们要骑的距离 去除以我们的速率 就会得到我们的时间 OK 这是其中一个式子 时间 怎么样 是等于 距离 你走多远 然后呢 你可以走多快 OK 去除以速率 你可以走多快 好 那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现在呢 要求的是时间 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 素材 我们有距离这个素材 可是我们没有速率 但是他前面其实有告诉我们 这个相同的速率呢 是什么 跟这个花36分钟 骑18公里 是同样的一个速率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要先去 求这个东西 我们就要先把这个速率 求出来 所以呢 我们先求速率 再求这个时间 那速率怎么求 速率就是回到我们最基本的这个公式 就是速率 等于什么 距离除以时间 所以呢 距离是18公里 时间是花了36分钟 我们就把18拿来除以36 得到的什么 就是二分之一嘛 对不对 那单位呢 因为这边是距离用公里 时间是用分钟 所以单位就是每分钟几公里 这种表示方法 好 有了速率以后 我们不是就可以把这个速率带回来 那我们就可以来算时间了吗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怎么样 把距离40公里这个地方呢 拿来除以速率 也就是呢 每分钟走0.5公里 OK 每分钟走二分之一公里 所以算出来的数字就是什么 就是80 那因为是时间 单位是分钟 好 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就已经算出了答案呢 那看到这里有写一个做法1 就代表什么 还有做法2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种做法 同样的题目呢 现在我们想一想 有没有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不用把速率算出来呢 就可以得到答案 其实是有可能的哦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教过啊 速率固定的时候呢 距离跟时间怎么样 成正比 也就是说 距离是它的几倍 40是18的几倍 那么所花的时间呢 就应该要是同样的倍数 这就是一个正比的概念 OK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计算 40公里是18公里的几倍呢 相除了以后 当然我们可以计算 就是是什么 9分之20倍 对不对 将近两倍左右的 这个距离 所以呢 我花的时间 就要是什么 就是36分钟 再乘上这个将近两倍的时间 乘上9分之20 那当然可以怎么样 可以约分嘛 OK 所以这个地方呢 约出来是4 所以约分完了以后 你得到的就是4乘以20 就是80分钟 就是80分钟 好吗